欢迎收看两点说新闻 新闻看民视 我是孟琪 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昨天自己爆料 说他的坐车 很有可能被人家偷装了 所谓的追踪器 但是非常奇怪 韩国瑜没有拿出证据 他也说不提告 这就让人看都没有 甚至现在越来越多的猜测 大家怀疑说 韩国瑜他是不是在自导自演 想要模糊掉这个市政的焦点 另外一方面 昨天美国在台协会 也就是AIT的处长丽英杰 他是南下到高雄 去跟韩国瑜来会面 两个人是在谈韩国瑜 要二度访美的事情吗 那韩国瑜真的有办法 成为美方认同的人选吗 韩国瑜在去美国面试之前 他可能要先通过 他们自己党内的整合考验 因为现在郭柯王 非常有可能会连城一线 有人就在传 说郭董迟迟不表态 是因为郭董迷信 想要等鬼月之后再来宣布 这个传言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待会要好好来请教一下 我们今天的来宾 首先先来介绍 第一位特别来宾 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持人大家平安 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 邱明玉 大家好 再来我左手边是 新创政治连线执行长张仪礼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午安 再来是台中市立委参选人 杨宗礼 孟起好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们要继续的来追踪 昨天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自己爆料 说他的坐车可能被人家装了追踪器 痛批国家机器真的是动得太厉害了 但是韩国瑜却又不提告 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那个票 我的车票 谢谢了 不采访了 才爆料坐车被装追踪器 韩国瑜跑行程却一反常态晋升 厉头妻子李嘉芬 也深陷十指紧扣风波 来来来我们十指紧扣 十指紧扣 我怎么可以跟你十指紧扣呢 20号晚间上广播节目 可以跟主持人来个十指紧扣 帮自己澄清 就不怕打翻韩国瑜醋坛子吗 那个嘉芬姐 你不要跟人家随便十指紧扣 广播节目里隔空晒恩爱 下了节目 李嘉芬也大动作 替韩国瑜抱不平 和韩国瑜口径一致 指控被装追踪器 却不愿提告 身为国家机器的高雄桥头地检 主动厘清 坐车被装追踪器 属刑法妨害秘密罪 最高可处三年以下徒刑 但属告诉乃论罪 得被害人提告检方才能征办 总统府也发声明下通牒 说如果确信遭受不法监控 韩市长有责任 立刻检据相关证据 正式提出告诉 若不提告 真相难以厘清 强调因涉及证据保全问题 若日程延宕 证据恐有流失造假的疑虑 韩市长应立即 在今天提出告诉 这是一种超加灭族式的选举 不觉得吗 大家都很了解 他们是并在一块的 那我们能怎么办呢 那很多人说 你们应该要权谋一点 怎么权谋啊 我也不知道啊 接受协助调查 你就道歉吧 你就为你的胡扯道歉 或者是因为身体的状况 产生被害妄想症 那就就医吧 你选一条路 国安单位或者是警政单位 应该把他当作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主动去调查 设计严厉指控却坚不提告 是碍与包容还是转移焦点 选民看的很明白 好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会不会真的太矛盾 这个韩国瑜自己怀疑 自己的坐车 被人家偷装追踪器 但是呢 他又不受证据又不提告 我们首先先来请教一下明玉姐 你觉得没现在是在演党一串 我也看不到 不过话说回来 刚刚这个新闻开中明义就讲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这个妨碍秘密罪 妨碍秘密罪 你就是必须要是告诉乃论 也就是被害人 你要提出告诉 对 你现在很奇怪啊 你讲了这个东西 开了一个头 然后你不报案 然后你也不秀证据 而且不是讲的煞有其事吗 就说这个两三周 他的坐车 送到了这个汽车的这个修理厂 去做检验 就后来呢 在这个打开隐形盖 还在隐形那边 看到了这个所谓的追踪器 好 那这个真心业者马上就出来了 那种专家就出来了 说怎么可能 大家想一想 觉得怎么可能会放在隐形 因为隐形是很容易就过热 会影响它的功能 大家说你要编个故事 你也编的好一点 要有逻辑啊 对 真心业者还跟他讲了 就是说那你至少是装在 那种汽车的后半部 大概是属于这个加油箱 或是保险感的周围 而且真心业者也跟你讲了 大概六到五到十秒 就可以贴上去了 对 那你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讲这个故事 你也讲的好一点嘛 你讲在隐形上面 大家都会觉得 好像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样啦 那现在呢 包括就是说 嘉芬姐也站出来了 他就跟你讲说 超家灭族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 提告啊 不是告诉你 你就提告 你告 但是我觉得啦 如果他提告的话 这个故事剧本 可以再编下去啦 比如说他就会说 那法院就是你们家 民进党开的嘛 反正他故事一定会 这样子再继续讲啦 但是我们还是奉劝韩市长 如果你要指控这件事情的话 真的 而且你的幕僚都讲的煞有其事 都已经说在隐形干了 那我不懂为什么 而且他们有说 第一时间就有先拍照 那你照片为什么不秀出来呢 对不对 那你今天又开始拒绝回答这些问题 那我都不知道说 话都是你在说 人也是你 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就很奇怪的一件事啊 那大家如果 我提醒大家 就是说 这种事情很容易对自己的性欲 产生 产生那个负面的 因为不是你讲出来 大家同情你 因为如果说你有证据的话 那我讲一个比较大家比较可能不认同的例子 比如说柯文哲 柯文哲当时在选的时候 讲说有老鼠尾对手 至少人家还拿出了一个老鼠尾巴 他拿出了一个老鼠尾巴 然后大家有一个证据大家开始追 后来这个案子证实是那个业者自导自演 他想要探极嘛 那这个案子确实这个法院也判刑定业了 好你要吵这个话题 你至少要有一个老鼠尾巴 你再来吵嘛 那更 那大家就会联想到2011年 大家还记得吗 这宋楚瑜的一个副手 林瑞雄 林瑞雄当时也指控 就说什么也是国家机器 他后来为什么被分为那个万磁王 他说他是被电磁波攻击 电磁波攻击 而且那个频率 是1875万赫兹 如果大家印象还有深刻的话 就是宋楚瑜的那个副手搭档林瑞雄 哇他就讲的煞有其事说 他就被国家机器攻击 因为是电磁波被发动 然后他就说那这件事情呢 会使他发疯会使他中风 而且呢就是在他房间 然后他三天三夜都没有办法睡 结果后来他现在就赶快 他后来就搬到这个饭店去住 所以那大家听到这件事情 我现在是忍住憋着一直没有笑 因为确实太好笑 国家机器攻击用电磁波去攻击 那当然后来他当然是没有选上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人实在太奇怪 就封他为万磁王 那当他后来 现在他选后 他还继续坚称说 他还有继续受到电磁波攻击 那我刚查了一下 他现在人已经搬到纽西兰了啦 希望纽西兰就再也没有 这个电磁波 国家机器在攻击他 那你就是讲这种事情 就是这个新闻 大家怎么看待他呢 都会把它当做一个 好听一点是笑话啦 那如果说再难听一点 就给他当作笑的 就你拿不出证据来嘛 那所以这种电磁波攻击 跟你今天的这种 坐车说被装追踪器 然后你又拿不出证据来 我觉得这个只会让他的信用 等于说再添负面的一笔啦 好这是名誉姐的见解 不过这个韩国瑜的太太 李嘉芬呢 她是跟韩国瑜 当然是一笔一孔出气 李嘉芬就感叹啊 她说这不是选举 是一场超家灭族 或者话说的非常非常的重 好那另外来看到 这个韩国瑜的爱将 这个观光局长潘恒旭 她自己也来凑一脚 这根本不关她的事啊 结果她自己爆料说 她自己的车也被跟肩 好那另外这个高雄市 国民党的议员陈丽娜也透露 她说这个追踪器就是打开 引擎盖上面才发现的 我们来请教一下明佑哥 明佑哥应该有开车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追踪器这个东西 我昨天几个汽车界的好朋友 他就跟我说 这个汽车大概30秒内 可以提升到90度到100多度 你的引擎这样热的细细器 它下面其实是有电池的 电池没办法受热 它受热会爆炸的 如果装在你的引擎盖的话 那不是追踪器 有可能是电池炸炸 为什么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我昨天大概去追踪了一下 那个所谓的追踪器 如果依照韩市场可以看得见 那就是你那个当立委的时代 那个追踪器才那么大颗 你如果注意看电影的时候 早期的电影 那个棒追踪器只好滑到车子下面 吸住就好了 或者到你的office下面 把你吸住就好了 可是那个技术 在你这里的时代才有那种技术 因为那种技术现在进步到 小小的车子就看到你在做什么 所以真的韩市场厉害到说 我车开去保佑唱 人马上看到 议员说要你引擎盖发现 这刚才来说是天方夜谭 因为是怎样 现在的车子我们很清楚 包括我自己开车 前面有非常多的设备 包括说有感应器 因为我建车旁边就是电机 你放的地方要发电 它有可能是感应设备 那你把它定位为追踪器 那我觉得也是匪夷所思 但是是不是 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件事 要么你就提高 你马上委托公 不管你自己本行 也就是你治愈的人员 去向警察局报庇 等下高雍七 警察局说没有啊 完全没有来报案啊 他们想查也没办法 所以我很清楚一件事情说 这个东西你交代不清楚 社会观感为什么 你就是在行硕 行硕什么 你被国家机器追踪 为什么 你注意看他一件事情 他跟高雍做起定的时候 说没有了 我们的办公室 现在有人在监听 有人在监控 所以我搬到凤山行政中心去 然后把海洋局的办公室 他清掉变成office 然后他住家呢 不敢住官邸 我来租一个地方 那时候还在批评说 到底是不是豪宅 我不敢坐公母车 所以我去坐我的私用车 去外公母车 因为怕被追踪 我必须这样子讲 你不要一直把自己 寻塑成好像 受害者 对你那个年代 对付民进党的方式 然后拿来去讲说 我现在要被这样对付 这说起来也很奇怪 现在民主到这个时代 而且 你太小看所谓的国家机器了 一个国安团围真的要把你监控 不让你这么简单 引擎看去保养场 有可能是追踪器 真的有可能 要简单 所以我觉得韩市长 你看他丢了一个影子出来之后 他要转移什么 先是他老婆跟人家十字紧扣 十字紧扣为什么 我不喜欢去引述太详细的原因是什么 我看网路吵得很像 你让他转移到焦点了嘛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探讨什么 你风灾期间跑到新竹去造势 到底有没有把纳马相相顾好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可是韩市长一概不回答 忽然间就爆出 他老婆跟人家十字紧扣 现在还在炒作这个话题 忽然间就说 没法去保养那七十字 那GPS就跑在那 所以我在这里有时候 我觉得韩市长你 不要说拌这齿戏啦 如果真的有追踪器 依照那个旧技术 昨天有包括真信业者出来 反谈说 那个追踪器下面其实有电池 那那么高的温度 那电池会爆炸 我看网友也蛮有趣的啦 到底呢 现在因为刚好很多人在质疑你 包括杨秋信在质疑你 进行事的时候 我昨天看到一个网路梗图 还蛮好笑的 你哪知道装追踪器的 一定是国家机器吗 有可能是你自己的令务办 也觉得说 反正我也不知道不知道 当然这是网路开玩笑的 可是我必须这样子讲 韩市长你要选的是总统 既然你要选总统 你就好好把你的市政 做好好的都是你的省政 你好好把你的外当版的 合适都是你的省政 但是你现在不是一直转移交易 连潘恒旭 昨天说我有可能被跟踪 不用跟踪你啦 你本来就是公众人物 你公众人物去到大街一定给你 看得很出名 你每天在新闻炒话题啊 大家都认得出来啊 对啊 何必要去跟踪你呢 而且我要讲一件事情 我们不管做媒体业都知道 每天都有采通 而且所有的包括六都的首长啦 政府总统候选人 都会有通知说他们到哪里到哪里 而且你把追踪器这个拿来当影子 然后潘恒旭来加码说我被跟踪 然后李嘉峰就说 我们这个是敲家灭族的监控我们 你不要忘记你们三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你一个是局处首长 一个是市长兼总统候选人 一个是总统候选人 他们太太 你们本来就是公众人物 本来要受社会大众检验 可是你把它形塑成国家机器监控人 我真的真心真心的 你除了对杨秋心这些 抱你料理提告之外 好好去提告 因为这个事情事宽重大 关系你代表着中国国民党要出来参选 你个人诚心的问题 你要证明说你没有说谎吗 我觉得你真的要好好去证明 因为昨天我看有一个网红蛮有趣的 他贴了一个照片 因为韩国瑜说他从来不说谎 在记者赌卖问这件事的时候 我个人对这个凡亲 我很喜欢看他的直播 他就列出洋洋沙沙列出 他在韩国瑜当市长的时候 市政上有什么说谎的记录了 所以韩国瑜今天他所做的事情 应该交代给社会大众 不要在天上一笔说 你现在不是只有市長的事 你要选总统呢 连这个都在表演剧本 而且我觉得总统府有时候很辛苦 你知道吗 总统是为了国家的国情 为了国家未来发展 现在台北的发展 包括那个立英杰 我觉得他去高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你知道吗 登上美国售给我们的军舰 我觉得结果是 他跟韩国瑜拍在一起的新闻 就把他炒作起来 没有真正对台湾重要的总统府 应该不是去关系韩国瑜 是重要的是说 你看立英杰一个 AIT的主席 他去到高雄我们军港里面登上军舰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啊 因为过去AIT是不干预我们的国家防卫事务的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现在有情危机 韩国瑜不要转移交点 何要算你的总统 把所有大众交代给勤策 我要拜托一礼 你们高雄的地方 何对的事情 不能转移交点 没有实质紧扣追踪器 编了一大堆故事 你连查都没办法查的事情 让他转移到交点 好 没错 如果这个韩国瑜是想要证明 自己不是爱说谎人 就要赶快拿出证据来提告 好 这整起事件听起来 真的是破绽百出 好 现在专业的来咯 有征信业者就列出了四大点 来痛批韩国瑜说这事 会不会太荒谬了 第一个他说其实啊 这个征信社办案业装追踪器 这个追踪器没什么 这个技术早在十几年前 就已经流入民间了 好 第二点呢 就是追踪器不可能会装在引擎上 因为引擎的温度非常高 而且要拆要装都非常的不方便 好 再来第三点 这个征信业者说 如果有心要针对你 不会用追踪器 你未免太少看国家机器了吧 怎么会用追踪器 这么容易被你发现的事情呢 好 第四点 如果发现被装了追踪器 第一时间正常人的反应 应该是按兵不动 赶快找专家来反查 到底是谁装的 怎么韩国瑜现在是敲锣打鼓呢 这样子呢 敌人或敌方的阵营 不就是很明显知道了吗 好 我们来请教 这个来自高雄的伊犁 你要怎么监督你们的韩市长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新闻 我们那天在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 我在小吃店吃午餐 然后我想我隔壁那桌 应该就是韩国瑜的知识 我们就叫韩粉啦 他们看到很兴奋喔 他说 哦 抓到了 赶快把他全部都抖出来 让蔡英文垮台 一刀非命这样子 然后我心里就想 对 好 赶快 最好 赶快 如果有这个状况的话 赶快全部拿出来 可是我们看他演变到今天来 刚刚大家讲了就可以知道 这根本就是他过去惯用的伎俩 从他还没有选上高雄市长开始 他知道他的这个政策辩论 会输给陈其迈 结束讲了什么 我嘴巴黏黏的 因为一个嘴巴黏黏的 就模糊了整场政策辩论的焦点 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 实在对于政治人物来说 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 那你看 上梁不正下梁歪 他下面的潘恒序区长 马上套出来讲话 拿得出证据来嘛 如果按照这种样子啦 一般我们遇到这种状况 一定是立刻拍照 我立刻po网说 这是什么东西 我立刻把它剪送给剪掉 请他们来查 上面有指纹或什么 通通查出来 可是他的做法不是这样 他还是有点 我想说 我不太想说 你们在访问我 问民调的事情 民调又跌了 讲完之后我才说 其实我不想讲 我的车送到这个保养场都知道了 里面都有装追踪器 你看这种荒谬的事情 我真的怀疑啊 这个是韩国瑜市长在接受访问 他心里有点慌张 他觉得你们今天问的东西都不是我能够回答 或者是我回答都对我没有利的这个答案 所以我赶快想一个我最近听到的 朋友在提醒我说 我可能会被国安单位追踪 好 就用这个 我的车装追踪器 然后他自己也知道 他讲完之后会引起轩然大波 他讲完之后 大家就会朝着这个热潮去讨论他 这其实就是他要的嘛 就像刚刚前辈们讲的 这就是他在转移焦点 那他真正的高雄市政做到什么 大家就不会去注意啦 大家知道吗 今天韩国瑜市长在我们录影的当下 他也在台北耶 没错 所以大家知道他在高雄做什么 他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去注意 他在高雄做什么 甚至是他的国政顾问团 未来可以为台湾做什么 这些他都不在乎 他只希望他保有他的新闻热度 保有大家对他的注视 其他的东西他都不想管 其实他本来就没有准备好 要担任这样的职务 不要说高雄市长 甚至是未来的总统的候选人 我觉得他根本都没有准备好 甚至是他的团队 我觉得也都没有就位 也都没有准备好 你想想看喔 他今天是一个高雄市长 还是中国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照理说他的发言都应该要非常谨慎小心的 他的幕僚 可能他今天这个市长准备受访之前 他就要好好地去帮他做一些逆答 说今天我们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市长你要怎么回答 你要怎么回答 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可是不是这样 他变成是记者问什么 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想要讲什么 他就讲什么 讲完现在 没法受伤 他也不知道怎么说 幕僚跟在后面擦屁股 对 然后幕僚在后面擦屁股 我们就来看看他幕僚怎么做 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 陈丽娜议员出来说 去描绘这个东西 就是装在引擎盖上 一打开就可以看到 结果 我们王浅秋局长就说 这个是无法证实 那你看 都不了 搞得你下面的人 都大家乱成一团 然后像自走炮的攀人去 就跳出来自己再补一枪 搞得大家乱七八糟 这不太像是一个 已经准备好要参选总统的团队 我觉得实在是 我还是劝韩国瑜市长 要嘛就是把高雄市长辞掉 你认真的来选总统 不要在这边两头烧 然后靠这种奇奇怪怪的小 小撇步 然后可能我们高雄 哪一条路淹水 你又被追着打 你看看哪一个总统候选人 因为一个区域 下雨的一条马路淹水 会有坑洞 然后被市议员追着打的 你不觉得你这样子也很不堪吗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挑一件 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总统嘛 除非你觉得你的总统选不上 你没机会 所以你要保留高雄市长的这个位置 然后你才会一直站在这个位置 然后两边都两头烧 然后团队也没有准备好 然后就像我们等一下还要再来讨论的 你还有内忧外患耶 还有郭台铭 还有王金平等等的要处理 你都没有处理好 那我真的担心韩国瑜市长的身体 会承受不住 韩国瑜要面对的挑战真的非常多 我们想来请教一下总理 怎么看这个蜡烛两头烧的韩市长 刚才大家也有提到 其实之前韩国瑜都一直标榜爱与包容 那他这次不提告 也是展现爱与包容吗 还是不敢告啊 是 我们看到韩国瑜的现象 我们每一天的节目都要谈韩国瑜 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韩国瑜一直被称为是 草包政治的代表 那其实在 我相信现在这个现象 不只是台湾 甚至欧洲啊 美国也都是 所以其实在最近 其实也有本书叫专业知识 为什么反知识会成为社会主流 在探讨这个事情 所以韩国瑜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为什么他是一个反知识的一个代表人物 可是他现在却成为 某一种的社会主流 到处都有韩粉 每天都有他的话题 对我们必须要好好思考 也要反省这件事情 就是台湾人 我觉得我从两个层次来看 一个我们从社会学的分析 一个另外一个从这个精神医学来看 从社会学的角度 其实在谈这个他的这个社会现象的时候 其实很大一个东西 我们要谈的是阴谋论 就是韩国瑜在所有的 他我们都说他是韩导 也就是说他很会自导自演 那他在所有标榜的这些事件里面 刚刚提到说 比如像跟陈其迈辩论的这件事情 去年 说是这个电视台的舒化妆 这个护唇膏是有问题 让他这个声音出不来 还是说质疑说这个陈其迈 在辩论的时候 有戴耳机 那现在又讲到说 这个车子有被装追踪器 那甚至说可能像打麻将也说 也是被国家监控 那种种的这个是都阴谋论 可是我们知道说阴谋论 所谓一个无法举证的阴谋论 他就是一个最完美的阴谋论 没有办法验证 没有办法验证 他就叫阴谋论 那如果是一个罪证确凿的 那他就是一个阳谋 那何必需要阴谋呢 所以我就觉得说 像韩国瑜他从这个现象 我们看到说 他不断的丢出一些 让我们觉得很反制的 反知识的这些层面 真的在挑战我们所有的 台湾人民 正常人 我讲正常人的智商 因为台湾不应该有存在 这样的一种政治人物 第二个我们看到说 韩国瑜市长 我真的有一个诚心的建议 其实在昨天这个 有一个粉丝业叫高雄好过日 他们也提出非常专业 虽然可能有人认为说 是一点酷熟 他们怎么说 他们怎么看呢 他们说他们建议韩市长 其实这个某种程度 现在韩市长不断的提出 这些什么他被追踪 被国家机器监控这种 充满了被害妄想 他某种程度 其实是一种 阶段 精神上的疾病的阶段 症状出现了 什么样的精神疾病 可能因为长期饮酒 所造成的 那长期饮酒造成 这个其实是有科学证据的 那要怎么来 借治这个状况 只好要住院治疗 有白要看医生 所以就是希望说 韩国瑜市长真的 如果抽空 赶快去做个检查 那去这个精神科门诊挂一下 赶快看看说 他为什么常常会有这些 比较出其不意的言论 那这个出其不意的言论 是他跟本身生活习惯 有一些关系 是酗酒 还是说这个生活不太正常 都半夜打麻将 打很久之类的 我觉得从这个社会学的 从精神医学 这两个层次 我们可以好好来看到 韩国瑜的现象 好 宗理很贴心 非常关心这个韩市长的身体 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嘲讽 到底韩市长是不是有所谓的 被害妄想症 怎么老是每天都疑神疑鬼的 包括这个春节期间 这个打麻将的照片 被人家曝光之后 他就认为是国家机器在监控他 而另外有他上周日去新竹造势 这个讲话讲到一半 麦克风没有声音 他也说 这会不会是民进党搞的鬼 好 另外来看到 这个他春节期间 这个市长是遭窃 他也怀疑 是不是被人家监听跟监控 我们想来请教一下明佑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 我真的是真心觉得说 国家机器真的那么大到这个程度吗 因为要对付你 其实我用新闻就可以知道说 你的言行举止是什么 你看你去新竹 麦克风还是说 我再去下一间庙还是一样的话 我就怀疑是民进党搞的鬼 下面台下跟着一个荒芜 你没想到看你去廟的时候 主委的心情是怎么 反正我们船不好使了 麦克风断路还是没电池 这我们常发生 以后我就知道说 我参加活动 麦克风没电的时候 就说这是国家机器 下面就会怀疑我 我却不是这样做啦 真正的国家机器监督 我以前做小话的文童 我做十几年的小话的文童 我真了解 真正的国家机器监督是什么 我环瑟我跟梦琪两个人讨论的事情 后一秒的警察就买到来问 你们明天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啊 这个才叫国家机器监督啊 所以我有时候监控 所以有时候韩市长 他就是活在那个年代 什么年代他当立委的时代 就感觉上随时随地我言行举止不够好的时候 有人就会出手警告 所以你看到你做立委是说 放荡的原因就是我为了不让你警告 我可能因为很多的党 那时候叫党国时代嘛 他就想办法把你接 但是我必须这样子讲 后来证实所谓的内贼 不过就是过去市政府的一个司机转摄影官 然后被去指 然后被降职 然后去偷你里面的东西 那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国家机密被偷的 另外我要讲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 你不要忘记你堆的那文件 有红色急速件 你为什么不好好去把这一个东西处理好 然后你宁愿呢 说把转移这个焦点我跌的一样高 没有我们只是苦手而已 这有什么好苦手的 所以韩市长从头到位到现在为止 他在制造什么 制造他所谓的韩粉的坚固性 韩粉他们来自军工教的非常多 过去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他只要把这些人巩固住了 你看我现在还是被民进党这样对待 过去国民党这样对待党外或民进党 现在我也是 所以你看民进党跟国民党没有两样 那你不如支持我韩国瑜 他就是在走这个阶段 如果这个阶段可以成的话 郭台铭早就回来 因为郭台铭回不来的原因就是给你看出出 其实韩国瑜不断在制造他的话题 制造他的声量 现在就有教授学者分析 认为韩国瑜的选战招数 有一个核心的关键 就是自己抹黑自己来打压自己 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要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我们来跟来宾一起来讨论 回到我们两点说新闻的节目现场 现在这个韩国瑜现象就有学者来分析啦 说韩国瑜打选战 有一些这个韩式伎俩 而且最核心的关键就是自己抹黑 自己来打压自己 首先呢会先给编造一个谎话 没有办法受到检验的谎话 好再来营造这个受害的形象 责任转嫁 好最后反手为攻 来指控对方阵营来抹黑 我们想来请教一下明玉姐 你觉得学者这样分析有没有道理 哇这么快就被人家看破手脚了 伎俩怎么这么快就被看破了 都出来了 对啊而且还有四个多月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说实在的今天这个韩国瑜这一招 就突然爆料说什么 这个国家机器监控他 而且不止一次了 从上次打麻将 一直到这个坐车事件 就大家会觉得说 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 大家记者也讨论的很热烈 就送给他一句话 就说白白送上门给人家打 就是你今天爆这个东西 你就是白白送门 好让他们伤害 就你的目标 你的策略 还有就是说你的 到底你想要煽动的是什么 这个真的是完全看不懂 如果说你今天要诉诸 就是说 好诉诸蓝营的选民 或者说诉诸支持者 说我好可怜啊 我被监控什么的 我就说你拿出证据来 问题就是没有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他这种好像感觉 给人家自导自演 就是你就是伸出去 给人家脸就给人家打 你什么都没准备 然后我说我们就完全看不懂 他的策略到底是什么 那坦白讲 其实台湾的民众 其实是蛮理性的 不会说因为怎么样 就是大家开始 好像在那边乱批评 比如我讲一个例子也好 也是同样这几天 昨天不是有一张照片出来 就是那个AIT的处长 丽英杰 不是有跟这个韩国瑜 在照相吗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你看就是这张照片 那丽英杰呢 就是这个拍照的时候 比较侧身 那跟韩国瑜照相 那当然就是有一些 比较酸韩 你可以说黑韩的网友 我觉得是有点不理性 他说你看你看你看 那个连丽英杰 都不喜欢韩国瑜 照相还要背对着他 但是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 马上就有这个网友就举证了 就至少举了十张丽英杰的照片 就证明说他照相 就是这种角度 不管跟谁拍都是这种角度 所以这种有证据出来 你就没有办法黑他嘛 那这种 他就是可以比出 你的所有的照片比对 就证明说 丽英杰不是真的故意背对韩国瑜 是他每次喜欢的照相角度 就是这样 所以我要说 其实台湾民众是蛮可爱的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很离谱的 你要黑别人的话 另外一方马上就可以举证出来 就也帮韩市长说话 这样网路这么发达 对这个也是还韩市长的一个清白 而且你看他今天 他虽然来台北 但是他是参加美国商会啦 那AIT好像自己也有说 是韩国瑜说的 就是说有邀请他去美国演讲 所以不是每一件事情 好像就是说 大家都毫无理性 就一定要黑韩 那这件事情 就包括坐车或国家机器 就是你韩国瑜自己黑自己啊 所以我才会说 这种东西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他的逻辑到底是在哪里啦 那还有就是说 其实大家今天举出更多的例子 就是你刚刚讲的 他的那种一贯的伎俩 就是会先自己抹黑自己 形素受坏者角色 包括四月份去访 这个美国波士顿的时候 他住了那个下他的这个饭店 就突然那个火警啊 就突然整个那个铃声大作 他去访美的时候 后来证实是虚惊异常 结果后来呢 那个记者访问他的时候呢 他就立刻说 这不是巧合 这不是巧合 这就是有不希望我的哈佛形可以成形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只是一个警铃大作 然后你就马上又好像神医鬼 对对对 就说有人刻意要阻止我的这个哈佛形 这真是太奇怪了 所以我就说 这个难怪人家说那个韩国瑜 当然也有媒体人就讲说 从他种种的行径 他就是一直活在阴影底下 可是我也要用他老婆的一句话送给他 你人心不正看到什么都是鬼 他老婆就是这样啊 我这句话就送给韩国瑜啊 你人心不正看到什么都是鬼 为什么你如果你活得堂堂正正 你为什么要疑神疑鬼呢 你看从他包括就是说 他去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办公室他就不要在自己的办公室 对他不敢在前朝的办公室 对因为他就怀疑说国家机器监控他 然后官社他也不敢住 就认为说一定有人在监视他 所以他呢搞得神神秘秘 要住哪里都不让人家知道 然后上班呢还要到处换车 然后还要这样子 这样搞得神神秘秘的 所以真的啦 嘉芬姐讲的是对的 人心不正看什么都是鬼啦 所以对我这句话 我真的要就是说 可不可以回去跟你老公说一下 你不要这样子 好像活得疑神疑鬼 你不觉得这样活得也太痛苦了吗 那搞到就是说 你的上梁不正下梁弯 搞到你的这个国政顾问团队 明明人家都是什么学者 都是学术界 都是有头有脸知名度的人 好不容易就是愿意支持你 参加你的国政顾问团 结果他的国政顾问团 自己也出来讲说 不要报导我们 不要到报导我们 只要报导我们一出来 我马上就受到压力 人家就来施压 人家来关切 是谁嘛你就讲出来嘛 那你不要讲出那个 谁的那个国政顾问团的名字 你讲出谁来施压 谁来施压你 你讲嘛 对不对 那就搞得好像全部通通都是 现在什么年代了 对不对 好像就是还又回到威权体制 所以我觉得真的 韩国瑜 你不要这样疑神疑鬼 这样搞到好像全部下面的人 而且要把这个思想 也感觉散布给他的这个下属了 什么王遣旧潘恒旭啊 什么全部通通都出来了 每个人都受国家机器 我真的觉得很夸张 国家机器真的有这么闲吗 要去监控你们这些人 到底是在干什么 好刚才明玉姐说 要把韩国瑜夫人李嘉芬的话 人心不正看到什么都是鬼 要来回送给韩国瑜 我们想请教一下高雄的仪礼 你怎么看学者分析 有一些这个韩式伎俩 就是他会可能打选战的时候 营造自己是受害者的这个形象 您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韩国瑜市长本身的个人特质 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从过去 在担任立委的时候 他的作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他其实不太管你 公务的事情到底在干什么 不太管立法院在修什么法案 他曾经好几个会期都是挂零的 他甚至没有出席 也没有提案 也没有质询 一直到现在 他之后到了北农 我相信他北农的许多成绩 是靠着他的公关伎俩而做出来的 也或许是透过这样子的包装 去做出来的 我们他怎么做到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很确定的他没有办法担任一个行政的官职 因为他没有行政的能力 他现在担任高雄市长 这是一个直辖市 我们的服务人非常辽阔 我们有38个行政区 我告诉你他到现在肯定38个行政区还是背不出来 他每一次像之前我们高雄市议员林志宏就给他什么小学堂嘛 其实我觉得那个问题你应该要回答 你回答个几题之后你再说不要再跟我玩这个 这样也可以嘛 但是他 先显露显自己的实力 我是觉得他是一题都回答不出来 因为他根本没有打算要去认识这个东西 去背这个东西或者去了解这个东西 因为对他来讲他觉得他的高雄市长太简单了 他就是这样子好懒好懒 啊拢勒拢勒 然后每天就是一直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就可以上新闻 然后大家就一直追着他跑 就是他的韩式伎俩啊 没错 这就是他的韩式伎俩 然后他一直强调他的庶民身份 大家要知道其实他不是庶民啊 他的家产其实是比你我都多很多的啊 那这个东西我们不在这边讨论 但是我们要称赞他 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是 他讲得出庶民的语言 他可以有别于一般的政治人物 一般的政治人物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如果今天成为一个总统候选人 一个大党的总统提名人 你是不是应该所有的发言都要非常小心 但是他今天的庶民作风就在这边 他不小心 他还是一样信口开合 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是他已经很习惯 随性随便的来面对他所有遇到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人 姑且你应该就是一个 我觉得最多就是 民意代表你没有办法做到一个行政职的长官 更不要讲要角逐总统的位置 好另外我们要来看到下一张图卡 来看到这个AIT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处长 令英杰 他昨天呢是南下到高雄 去拜访这个高雄市政府 所以呢他就跟韩国瑜呢 来拍了一张这个合照 好我们想请教一下总理哦 这个韩国瑜呢很有可能会二度访美 他真的有办法成为美方认同的候选人吗 是我们知道说在所有在台湾要参选总统这个层级的候选人 不管是就是蓝绿两大党几乎都会有访美行程 那这个访美行程很大部分都 就行啊来都知道啦 就是知道说这个是要取得美国信任 因为好像要去面试一样 对美中台的三方的关系一直都是说区域平衡 整个亚太区域平衡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架构 所以台湾的候选人都一定要到美国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民进党当然一定是蔡英文总统会访 他前一阵子也访美了 那我们看到说蔡英文总统访美的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是高规格的待遇 然后可能得到前所未有的这个支持 那也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国防外交 本来就是总统这个角色里面很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总统负担起这个国防跟外交 这两个很大的重任 蔡英文总统在他任内 我们看到国防不用说 在这个军收案里面 川普总统对台的军收案已经有四次 那这个外交关系上 蓝营的朋友很喜欢拿这个 就是说我们这个叫雪崩式外交 失去邦交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真正的所谓的外交关系 还是回到说美中台的这个关系 里面要去看亚太的整个安全 那蔡英文总统这个做得很好 所以现在接下来看韩国瑜要选总统 除了说网友在谈了说跟这个立英杰的这个照片 好像看起来他是被边缘化的 那我们就对照好了 这个我们不要说总统层级 说市长层级 前一阵子郑文燦市长也访美 他是站在美国官员的中间的 感觉是center在中心的 他不是被边缘化的 不是像上次那个周锡伟在这个总统辩论会被边缘化 也是一个照片对发一半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从照片里面看出一点玄机 就是说美国对于台湾的信任是什么 尤其前一阵子这个美联社 美联社是一个重要国际通讯社 他们直接也在报导里面就说韩国瑜总统 他是一个亲中而且民粹的市场 Port China and Populous Mayor 所以他直接被国际媒体认证 我们知道说被国际媒体认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视同国际社会如何如何看待台湾的领导人 那国际社会怎么看蔡英文总统呢 蔡英文总统直接是可以放在这个时代周刊上面的封面的 会变成这个全世界的重要的一个领袖人物的 是一个正面表述的一个过程 可是我们看到国际媒体在认证台湾 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是怎么样去认证的 从马英九是被认为是马帮博开始 然后从这个韩国瑜市场被这个美联社认定为 是一个亲中且民粹市场 我们就看到一个负面表述的 所以我觉得他在争取这个美方认同 他需要花很多力气 好 宗理刚才分析的 就是这个美国的媒体呢 是把韩国瑜定位是这个亲中的这个市长 真的会是美方愿意接受的人选吗 韩国瑜可能之后呢要面临很多的考验 不过他现在还有党内整合的问题 就担心郭柯王到底会不会连成一线 好 我们要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我们要讨论有一个现在很有趣的说法 人家说郭董迟迟不表态 是因为迷信啦 是因为要等鬼月之后再来跟大家宣布 好 真的是这样吗 休息之后我们一起回来讨论 好 回到我们两点说新闻的节目现场 到底郭柯王这三大巨头会不会连成一线呢 而今天最新的话题 大家在讨论郭董为什么迟迟没有做决定呢 很多人说郭董有可能是迷信 想要等鬼月之后再来宣布 好 郭董到底在等什么呢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明玉姐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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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等到后来会自己唱歌啦 那就是说其实最新消息传出来 郭台铭是等两件事情啦 当然第一个就是等韩国瑜的民调掉下来嘛 那这个剧本是写说 现在看起来就是那个韩国瑜的民调 已经连六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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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二十八 那会不会再向下探底跌到二十五 因为当年的这个祝祝姐被换掉的时候 是他的这个支持度已经掉到二十了 那立委都挫赛 都紧张死了 那所以这个大家就会开始集体给党中央压力说 一定要换住 当年是这样啦 那所以就是说很多人旁边给郭台铭献策 就说你再等一下 那是不是当年这个如果韩国瑜继续上的连销围啦 再继续向下探底 有可能换住二点零就发生 好那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奉劝郭台铭啦 就是现在的韩国瑜跟当年的祝祝姐 其实时空背景完全不同的 祝祝姐没有当年的韩粉 祝祝姐没有当年的寒天电视台 那所以就算这个韩国瑜的民调再跌的话 我觉得要换是非常的难 所以为什么就说奉劝郭台铭不要再等了 这个他等也等不到 而且坦白讲啦 就算真的韩国瑜自己退 大家也有种说法就是说不会换 不会换瑜 但是可能是逼使韩国瑜自己退 比如说拿一些黑资料啦 政治现金啊 就丢给他说 哎 你要拿就不会退 你都说不清楚那你要不要退 那有一种说法是这样 可是我必须退一万步来讲 今天就算把韩国瑜换掉 会换到你郭台铭吗 会吗 我就是打个大问号 因为事实上老鼠偷脱鞋 大了在后面 后来我听了一些人分析才知道 原来大的在后面 这个大的指的是吴敦毅 所以当年换洪秀柱上的 也是党主席啊 也是朱立伦自己上啊 所以这次就算 韩国瑜自己退 那其实也不见得会轮到郭台铭啊 就吴敦毅自己上就好啦 他干嘛给你们这些 会威胁到党主席的人 因为如果说朱立伦 郭台铭或者是王金平 这三个每个都跟吴敦毅有仇啊 选举选成这样 每个都跟吴敦毅有仇啊 吴敦毅怎么会让这三个人选 然后来动摇他的 这个党主席职位 这想也知道是不可能嘛 好 那如果劝郭台铭不要等的话 当然现在有一种说法啦 就是说因为郭台铭 笃信这种神鬼之说嘛 就要等到这个鬼月过之后呢 这再来宣布他自己要参选啦 那我们得到的一个 比较新的消息是说 他跟王金平确实是 郭王先和与柯在行 那不是 你都要注意哦 是郭王先和哦 和不是配哦 我们的消息是说 王金平已经 就是不是之前说 他一定要当这个政的嘛 现在就是有人就劝他啦 就说如果你再坚持下去的话 你可能这艘船就被踢掉了 你连玩都不用玩 而且王金平自己也了解说 他如果自己玩的话 他也选不上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王金平自己答应啦 就有传出这个消息 就是说他全力支持郭台铭 让郭台铭就是 打赢总统大选这一局 那选后的人事布局 再怎么样再来分配 所以王金平这一局 连副手都不会当 都不会当 然后就为什么说 所以为什么这八个字 郭王先和 和就先合作 王金平不担任副手 对不配 然后就是王金平 全力辅佐郭台铭 那柯文哲 反正他自己先玩 自己的民众党嘛 他先冲他的国会席 其实他自己也说了 所以这八个字是 这个郭台铭可能 现在要先等的目标 好 刚才明玉姐有说 这个郭董啊 有可能等等等 等到最后是一场空啦 这个您有怎么看 我听完小玉姐讲的话之后 恍然大悟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吴敦一才是真的高手嘛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其实你注意看 他年初的表现的时候 他犹豫不理 到底要不要登记 忽然间我的主发会 要求大家要去支持韩国语的时候 他也是安静无声 结果呢 他说我把握了万分之一的机会 原来万分之一的机会 来得这么显然 因为铁板神说 都不要算过他 因为天主名了嘛 再来呢 五庭主席的地方是什么 你看最近 我觉得韩市长的精神压力 会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呢 第一个整合的问题 王金明不谈又没退党 然后 这个郭台铭呢 手机又未接 原来 吴主席说 我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对 是在推韩国语啊 因为你看喔 韩国语去拜托 吴主席说 主席也会打得撞着 没法在地方算起 很买算 你知道吗 那过六关 还没过来 没法把我撞着 王金明跟邀回来 没法这样 会害了之后 结果呢 吴主席好像是当做没这一回事啊 对外三推事情啊 好像没他的事情同样 所以胡又伟昨天讲得非常好 他说王国两个人呢 就很简单 欢迎就是互乔互乖嘛 大家社会来乔嘛 跟国民 我是说跟国民党啦 啊所以呢 你说郭柯王的结盟 要结盟 第一个互信基础很低 第二个 如果要结盟 谁要当老大 这一件事情 因为狮子老虎狐狸嘛 那其实狐狸永远是会最想当老大的啊 不然什么 耀武扬威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用这样去形容的话 如果狐狸出来当老大的时候 狮子跟老虎会不会扶 那可是奇怪啊 郭台铭你不要小看他 我常常在这边说 他是生理人 生理人 因为我好像不怕一步 以前是大生步骑的 有可能 一方面跟柯文哲试出说 我们要学生 这个学生模式呢 你怎么可以对外讲呢 因为要等农历七月过去啊 为什么呢 今天农历 这一号年 还八天的时间 你敢说 连这个气力都沉不出来 马祖部有肚膀 官生帝君有肚膀 有时候要我把这个气要先灭掉 不然要一个争气一出啊 这个魂碑破散总不行嘛 所以呢 我觉得郭台铭也是要撑得住气 既然心里会跟你说 都在过这里再说 其实也是对啦 因为我们看到韩国瑜 最近这个韩岛的自导自演的态度 就可以说 你看他的民调下滑的速度 惊为天人啊 万万想不到说钢铁韩本 后来该抽离的时候抽离 你看他现在导出议题 本来他们说145里会继续黑寒 我心里在想说 韩国瑜的韩本 以前在网路上 无所向批敌啊 那个寸草不生啊 到现在都没了 所以郭台铭就真的 要如神明所示 等他的争气慢慢降低之后 你再一股作气 要虎扬威啊 这个才有办法 可是王金平会服吗 我觉得王金平 他现在还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他很清楚一件事情 我把柯跟郭 抓在跟我绑在一起 你说我刚才要跟我讲 你说我刚才要跟我讲 这是他的筹码 对 你如果有那万分之一 吴主席的万分之一 因为我一直很不服气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我这位南岛人 我南岛也尽不出一个总统 那吴主席为什么要 那么容易就弃玄 为了挡着3000万 为了整合 为了什么 上次在飞机上望着窗外 那讲的自己多委屈 不要委屈 主席 韩国瑜现在做到这样 作为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南岛的乡亲 拿起锄头往上拼 对不对 好好选这段去 不要让郭柯王的这个结盟 你看这次你出来的选择都破局了 国民党一定是经国经合作会了 所以是因为郭柯王的计算 没那么简单啦 而且永远记住一句话 做生命的郭台铭 他不会整理一步